民进党近期在多个场合大肆炒作抗中保台 企图拉抬其低迷的支持率 遭到党内各界的批评 台湾舆论认为 民进党不顾台湾百姓安全胡作非为 让台湾变成了最危险的地方 如今抗中保台牌失效 台湾民众已经看清 只有两岸和平才能报台湾 台湾中国时报14号报道称 绿营政治人物近期一系列争议行为 导致民进党支持度持续低迷 为提振民意 蔡英文在多个场合鼓造所谓抗中保台 陈时中宣称所谓抗中保台是基本方向 希望借此稳固深绿基本盘 对此国民党文川会主委洪孟凯怒批 民进党没有任何政绩能够激起民众热心 只能打所谓抗中保台恐吓民众 但台湾民众眼睛是血亮的 不会再被民进党操弄 针对民进党的政治操作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认为 在他任内 连岸关系和平发展 如今台湾却成了国际社会眼中 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如此变化都是民进党不当的 连岸政策导致 连岸关系紧张 民进党却从不检讨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则表示 台湾民众已经看清民进党 完全不顾百姓生命安全 胡作非为 一味以美谋独 要把台湾打造成所谓刺猬到武器库 这种种行为 致台湾民众生命于何故